第七次上课 第六次上课我们把重点维顾一下 如果你回去的话 至少要了解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会员 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怎么把会员资料 50个会员把它写到资料库 那也是5个栏位 你必须把它 其实就是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怎么读取档案 读完之后的话 用F物件 这个档案给他 用R模式 然后在读的时候 他确定说他是 是用微软的程式做出来的话 那你后面就不用encoding等UTF 如果是Google或者是其他的话 那你可能encoding等UTF 把它加一下 然后读完之后用什么 用realize 就是把它一行一行 一行一行读进来之后 然后再配有一个叫Splitter的方法 把它做切割 为什么要切割呢 因为要把它放资料库 资料库的话有固定的栏数 比如说我们总共讲这5个栏位 5个栏位你就切5个资料 分别把什么 好像叫bn号姓名等等一堆 然后分别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把它放进去 那也就是说 再跑一个回圈 for回圈嘛 然后就把它用insert into的sql指令 insert into到哪一个table 然后values后面就会有3个资料 然后一个一个 等于说读一列 然后切割完之后就放进去 读一列 然后就切割放进去 有点像一个工厂的 没有 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流程 工厂把那个原料放进来 然后怎么样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这部分的话一定要相当的熟练 因为其实说真的难也不算太难 但是这部分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因为以后如果你程式处理完的资料 如果你没有把它怎么讲 写入到资料库的话 那可能这东西就不见了 不见了 顶多是说print到那个下方console里面 那它没有意义啦 你看到如何 最重要是你要能够确保 下一次我要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也可以把它调用的到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必须要把那个什么 资料库部分熟悉 因为如果程式本身不会 没有学到资料库的话 其实说真的 等于是要应用部分就会很是问题啦 OK 所以特别注意 资料库部分可能要把它熟悉一下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底下有讲到 怎么去读取 那甚至的话呢 如何去删除资料表 反正就下一个sequel语法 drop table 然后中间就叫if it is 如果create table的话 那就if not it is 那sequel语法其实 我都把它放在云端上当范本 那那些范本我是蛮建议 你要把它记熟 OK 也就是有些东西一定要记熟 OK 那因为那是规则 尤其是那些不会改变的部分 当然不是说叫你一定要把它背起来 可是至少将来 你要copy的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可以拿范本 然后拿来copy 至少你要知道说改哪些地方 比如说table名声可以改 有没有 然后将来蓝位数也可以改 还有呢 蓝的形态可以改 有没有 大概就是一些东西 那将来的话当然 如果说你想要 除了用sequel资料库 你觉得说可能因为 sequel资料库 它的缺点是说它是档案型的 而且带单机个人用 OK 但是如果你要跨什么 跨平台 比如说我要给手机app用 或者给VVA用 或者给其他的城市用的话 那我可能就要考虑什么 可以用mysql 那mysql部分的话 其实可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讲的话 也许你们可以参考第八个单元 mysql部分 这边的话呢 安全性控管的问题 OK 还有它的存取效率会比较好 会当然以后如果你的资料量 非常的庞大的话 那你就可以考虑用mysql来完成 OK 那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其实光mysql就可以单独开门课 OK 然后这个mysql 最早是跟有一个城市叫PHP 做共用的 PHP就是做网页 动态网页的那个资料库 那现在还有蛮多人在用的 而且很多工程师每天也在写PHP的城市 OK 这部分如果有兴趣的东西 可以再去进一步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再来看那个第六个单元 所以请各位看一下0601 因为这第六个单元比较多啦 我是把它包成 哇 准备是因为这些都是跟网路爬虫有关的 所以我把它包成第六个单元 那里面蛮多的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先从那个比较简单的 爬取网路资料开始 那一般现在网路资料 除了网页之外 OK 它也有可能会给你不是网页的 可能会给你什么 给你一个CSV的单 或者是一个确胜单 或者是一个XML的单 最多可能就是三种 当然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啦 如果其他的抓取的方式啦 有些大同小异 你可以再做变化一下 最主要的最大宗的就是CSV 其次应该就是XML或确胜 那可是如果说将来我遇到说 人家给我这个资料 给我这个档案 那我要怎么去把它抓下来 放在那个我的Python里面呢 做后续的动作 OK 比如说我们举第一个例子 其实这个CSV还蛮多的 开放资料 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找哪些比较OK 所以我就找台北市政府吧 它有一个叫公有零售市场 那因为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资料啦 所以相对比较不会变动那么大 不然很麻烦一点 因为资料如果你去找那种其他人提供的 那如果那个SERVER这个档不见了 你下次你要爬又不见了 所以还好台北市这个还好 因为之前我常常要换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这个东西不见了 他不分享了 那我就变成说我抓不 因为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因为我们是用别人 所以爬虫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说 将来可能会因为那个网站上面的资料变动 那我们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更改层次的部分 OK 所以你会发现写爬虫部分的人可能就是会变成说 需要常常在修改层次 所以这部分其实也算是Python里面的又另外一个专业了 会写Python的人不见得会爬虫 OK 那当然我就觉得目前对爬虫的需求还蛮大 因为有很多人每天都要去看网页上的资料 而且可能不止一个网页 不止一个网站 非常多个可能几十个上百个上千个都可能 甚至上万个 比如说全球的股市资料 对不对 那以前如果你要靠人工你可能要很多助理 帮你去爬这些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会爬虫的话不用 你陈日写出来 你可以让他自己转 时间到就转 而且有些是国外 你看全球股市好了 有时候可能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才刚开始 开市 那所以你不可能说你半夜不睡觉 但电脑不开机可以 他其实基本上是24小时可以帮我们服务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这里面的话 其实等于是你写出来 等于是把助理的工作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OK 那接下来我们的需求是第一个 如果我今天 比如说我点选这个 当然你们将来可以到哪里呢 台北市的资料大平台 他的网址好像蛮好记的 知道吗 data data.taipei 应该是这个 OK 对 蛮好记得 那目前 其实台湾在那个开放政府 这部分做的还蛮好的 也就是尽量可能的资料 通通把它上网 这样的话 人民有疑虑的时候 那你就自己去抓 那我提供给你一些原始资料 如果你将来要去做一些分析的话 你自己把那原始资料抓下来 你自己去分析没关系 我不怕你知道 就怕你不去看而已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用什么 假设我们需求这样 台北市的公有零售市场行间 当然如果你不一定用这一个 你可以去找别的 比如说什么 我希望知道说 我最近想买房子 我希望知道说台北市治安哪里最好 哪一区 然后哪一条路上治安最好 可不可以找到 可以啊 你去搜寻 住宅窃监案件 他会把历年来的 好像102年到今天为止的窃监发生案件 他都会一比一把你列出来 那你自己可以去分析 OK有没有办法 可以啊 非常简单 答案都在这上面 但是他提供给你的是原始资料 也就是说不见得 栏位不见百分之百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你要自己去把它变出来 OK 所以有点像什么 他今天 所以这有点像什么 原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矿 你要自己去开产 我给你矿啊 但你要得到最后的结果 也就是你具备要这种大数据分析的能力 把最后的报表给做出来 而且要最快 OK 那这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功能名字 那你会发现 底下的话有一个超连结吧 应该在这里 这里 理论上按那个预览就可以了 有没有旁边有个预览 预览点下去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连结啊 点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会下载 一个什么呢 CSV的档案 那也就是说呢 这里面的话他提供给我们这个档 那我们打开按右键 把它编辑一下 因为他CSV按右键编辑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 日期 总类 有没有 然后市场 平民 平均 这多少钱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你想要买某个蔬菜 它的市场行情是多少 也就是把台北市所有的市场 哪里最贵 哪里最便宜哦 其实甚至你也可以马上分析出来 OK 那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是建议哦 你可以把它打开领存心打一下 这边有看到AMS 所以他应该用Excel领存的 可能性蛮高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抓取他的话 你必须要告诉他编码方式 如果没有告诉他编码方式的话 那就会出现错误 OK 好 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是点击 刚刚的这个连结 他会帮我下载下来 对 对 那当然哦 呃 其实未来你也可以几种做法 你先把它下载 再用那个F物件 F等于Open Open它 但问题哦 如果你讲哦 Snaug不要每次都点 因为要点一下 它会更新嘛 那变我变多一个手动的动作 那我可不可以跳过这个地方 我直接去抓什么 抓这个连结就好了啊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今天就要讲说我不用下载 直接抓它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个连结等同就是说 它放在它的云端上面 会有一个这个CSV的档案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把那个云端的档案抓下来 直接分析就好了 OK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呢 可以的话 尽量也可以找那个台北市的那个大平台里面 可以稍微看一下里面一堆东西吧 那么所有的 那我习惯是什么 按照什么 按照格式啊 你会发现这边一堆啊 最多应该是CSV 有没有 CSV的格式 Jason好像才37个 好像相对少 XLS也有 一堆 那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找什么 以这个CSV的 然后它还列出来 那还列出来 或者是说你可以找什么 比如说你想要买房子 想要买那个治安比较好的地方 那你可以什么 在这边输入什么 我记得好像输入 你可以输入一个窃 或窃盗好像 不过窃盗又有分那个住宅窃盗 窃盗 还有什么呢 汽机车的窃盗 甚至他可以 他好像有资料是什么 自行车窃盗有 住宅窃盗 汽车 机车都有 所以这边有住宅窃盗 有没有住宅窃盗 然后会帮我们把什么 104年 1月到109年6月 他所有的资料都在这边 所以当然你可以预览一下 这边也有一个有没有 点下去 一样会给我们什么 一个 这个CSV的档案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 拿这个资料来分析的话 我要怎么做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 我们的资料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网路 直接来自于云端 那如果说我今天 这开放资料 我想要直接用Python 帮我抓取的话 该怎么做